好 各位同学欢迎回到我们的ACC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 1 基础学习 那么接着上一章节 上一篇章 初始篇章 我们对于管理 管理会计 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介绍 那么相信大家呢 对于管理呢和管理会计呢 有了一个最最基本的认识 那我们在这节课呢 就要深入的去看一下 管理和管理会计 然后呢 我们在上节课呢 讲过 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呢 按照的授课顺序呢 是一个比较有逻辑思路的 一个授课顺序 不是书上的章节的一个 顺序下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章呢 要讲的内容 我们这个板块要讲的内容 对应的是书上的第一章 Chapter 1 All right 这个希望大家的话 如果在看书的时候呢 可以知道这个章节在什么位置 OK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管理 然后我们深入去看一下 公司管理 我们在上节课呢 讲过了管理的一个 普遍性概念啊 什么叫管理 All right 如果管理呢 我们放到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无时无刻 不再做管理 大家都有做管理的经验 但是我们做的呢 可能是一种个人管理 家庭管理 All right 家庭管理 可能很多人呢 没有做过公司管理 所以我们这节课呢 站在公司的角度 看看公司管理 管什么 但是公司管理呢 也是分不了啊 三个工作 要么planning 要么controlling 要么decision making All right 所以我们可以把公司管理 做的工作呢 也归入这三类 我们既然是管理会计 我们其实通过管理 最主要要了解的是什么 了解的是我们要干嘛 对吧 你别旧战雀巢 想了 你别宣兵夺主 对吧 你去抢管理者的工作 你明白他做的工作 没有用的 你不能做他的工作的 你要干嘛 你要帮他做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深入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管理者要做好 他们的工作 我们帮他做什么 All right 我们帮他做什么 我们不是帮他们 提供信息的吗 那他们需要什么信息啊 这一点是我们要 理解深刻的 所以我们现在 把我们的目光呢 放到公司管理 如果大家没有经验的话呢 可以经常看一些新闻 这些呢 其实在我们来看呢 都叫做常识 只要你在公司里面 做管理的话 都应该知道的 但是对在座各位 很多同学 没有经历过的 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呢 我们对这些常识呢 要做一些知识普及啊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不能说每个行业 我们都拿出来梳理一下 具体工作肯定是五花八门 肯定不可能是千篇一类 但是我们尽量找一些 共通性的活动啊 不管各个行业都得做的 好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潘安宁的活动 一般不管是任何行业啊 作为管理者 他要做planning的工作 那他具体plan什么 first part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planning呢 我们是把它当做决策工作的 第一部分的工作 想着工作嘛 到底想什么呢 最基本的是要想目标 establishing objectives 然后想什么呢 想计划 这个计划呢 一般不用想着深入 一般先有钱 想到深 你不能一开始就想到深了 得先有个钱 你知道吗 得先有个钱 比如说 我和各位 咱们现在成为一个面包店 All right 新加坡有款很好的品牌 叫breadtalk 面包物语 我们假设呢 我们也成了一间店 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再叫面包物语嘛 All right 我们不能叫breadtalk 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被别人占用了 我们叫bread don't talk OK 我们叫bread don't talk All right 就开在breadtalk的对面 跟他打了一台 All right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经理了 大家跟我一样 都是经理 我总经理 你们是各个部门经理 All right 假设你是采购部的 你是营销部的 或者说我们都是董事会的其中议员 大家平等吧 这样好一点 行 我们都是经理 我们要干嘛 我们首先要先想想啊 我们开家店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们再把目的确定下来了 那目的 你要问谁呀 大家在F1学过 任何的目的 都要有一个什么 都要有一个被问责的对象 目的啊 天然都不是自己定的 谁创造公司 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是什么人 我们叫做agent 对吧 我们是代理人 所以代理人的话呢 你要想知道你的目的 是什么 不能你想干嘛干嘛 你的目的是干嘛 是要看你的代理对象 想让你做 你代理对象 明显是谁啊 股东吗 股东聘你干嘛 帮我经营好公司啊 所以他们 要让你做什么 赚钱 Maximize profit 不给你定下来赚钱具体目标 Maximize越多也好 没有定上限啊 越多也好 这叫什么 这叫长期目标 All right 但你呢 作为管理者呢 你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啊 所以你得干嘛 你得定下来阶段性的目标 你们不是要赚很多很多钱吗 那我的目标的主线就赚钱 但我第一年 我得有个定量 我第一年准备赚100万 我先赚100万看看 明年呢 我再赚120万 赚多一些 后年呢 我再赚150万 对吧 下一年又再赚180万 All right 你得让我一步一步来啊 所以呢 我们要跟谁 去明确这个目标 注意啊 目标不是自己定的 establish 它实际上是什么 是找的 确定对了目标 这是最最关键的第一步 这是你要先想好的 想错了 股东就把你赶走 不用对面的竞争盗 就把你赶走 股东就把你赶走 什么人啊 对吧 我让你帮我赚钱 对吧 结果你帮我 结果你为自己谋私利 贪污腐败 All right 不要走 换人 所以我们要先明确目标 这个目标一般是来自于什么呢 stakeholder 你要去做stakeholder的分析 这个是在F1学过的 我这不赘述啊 然后呢 关键是制定什么 路线和方法 要赚钱 哎呦 我怎么赚钱呢 赚钱永远离不看两件事情啊 哪里的事情呢 增加收入 降低成本 对吧 所以我一般想的主线 就是什么主线 怎么样能提高收入呢 对吧 收入要靠卖产品 那我卖哪些产品 顾客会喜欢呢 顾客要过来买我的蛋糕 买我的bread 面包 他们是喜欢豆沙馅的呢 还喜欢五人馅的呢 他们是喜欢什么类型的面包呢 是大的还是小的呢 是喜欢咖喱口味的呢 还喜欢什么口味的呢 我要通过调查研究 去把这一切 想出来 而作为管理会计师 是不是你在给他提供信息 提供什么信息啊 Customer他们到底喜欢什么呀 那这样的话 管理者才能做出有效决策 哦 那我就要开发 市销对落的产品 管理会计师 就是管理者的什么 辅助对象 All right 辅助人 军师 朱葛亮这样的角色 对吧 维欧贝和朱葛亮这样的角色 管理者是维欧贝 管理会计师 朱葛亮 All right 帮他出主意 Boss你要这么办 对吧 我觉得这么办的话 效果能更好 比那么办的话呢 效果要好很多 我建议你选方案A 不要选方案B 我建议你选我的上策 不要选这个下策 你这么干涉下策 All right 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 帮我来做什么 来做想的这个工作 All right 然后呢 制定下来这些路线策略 可以制定短期 也可以制定长期策略 制定长期策略 是针对长期目标的 制定短期策略 是针对短期目标的 All right 一般在一个公司里面 有各级管理者 不同的管理者 要实现的目标层级是不一样 许家印肯定想的是长期目标 对吧 营销经理肯定想的是短期目标 但是大家遵循的 管理流程 管理过程 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都要干这些事情 那么回到我们的管理会计师 如果管理者要做这些 明确目标的工作 要做这些 找学目线的工作 我们要给他提供什么信息呢 我们要给他提供这样的信息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What might happen in the future All right 既然是planning的工作 所以提供的信息要有什么 要有前瞻性 你得告诉我未来怎么样 你得过预测的远了 30年之后会怎么样 所以我才能够制定出来 30年之后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的manager 需要我们管理会计师 做出有前瞻性的信息提供 我们得能够想很深远 对吧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通过 但是怎么样才能想深远呢 通过对过去的总结 我们有一门学科叫统计学嘛 对吧 你作为一个人 怎么样能预测未来 我们又不是高维生物 对吧 我们又不是四维生物 五维生物 我们看不到不同的时间线 会带来什么结果 我们不是上至五百年 下至五百年 我们不是圣人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个统计学 那就是过去 在未来是会不断重复的 我们通过对过去的 一些规律的发现 来发现什么 来发现未来的可能性 比如说现在有销售经理 找我们帮忙 销售经理问我们 我现在要定销售计划 但是有一个呢 我很难预测出来 未来的销售量是多少 因为不同的销售量呢 未来会有多少 不同的销售量 我对应的营销计划就不一样了 销售量很少 那我的营销计划 就不用搞那么大 alright 我就不用搞那么大的 这个营销计划 我搞一点点小计划就可以了 你能告诉我 未来的销售会有多少吗 那我们就可以依据 统计学的方法 给它展示一下 你看过去我们公司 未来的销售增长 都是按照5%的销售在递增 如果假设这个规律是在奏效的 那明年也会增长5% 大概会 可以算一下 会到多少销售 我们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比较杂的 凡是manager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都得帮 好 另外一类工作 叫decision making和controlling 咱们先说controlling吧 controlling的工作是second part 一般说我们叫做第二部分的工作 这第二部分的工作呢 什么工作呢 主要是对比和纠正 对比actual和plan的信息 然后加以行动 什么行动呢 control的纠正行动 and amend the plans 当然有的时候呢 可能计划有问题 我们也可能修正我们的计划 因为这个对比啊 大家要把握注意一点 对比是对比什么 对比可是对比目标 不是对比计划 因为目标应该是正确的 计划可不一定正确 如果我计划出现了偏差 我这个时候再去根据计划 来和实际结果来进行对比 那么这个偏差 你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没有发现 你在发现一个什么 你在发现一个错误的计划 有没有被执行 那这种发现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我们的对比呢 一般是针对什么来进行对比呢 那就是如果计划对着 那就针对计划来做对比 如果计划发现有问题 那我针对目标来做对 所以和目标发生偏差 和计划发生偏差 都可能叫偏差 我们要能够帮助manager判断出来 计划有没有问题 计划有没有问题 按计划比 如果计划有问题 按目标比 跟目标出现了偏差 也叫偏差 发现偏差之后呢 纠正 要么纠正行为 要么纠正计划 因为如果计划错了那就 行为不用改 改计划就行 All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工作 我们看得深入一点 就是叫做controlling 那必然作为管理会计师 要提供什么信息啊 要提供 最起码的对比信息 information on natural plans or targets 和现实当中 执行的信息 来做对比 All right 比如说就好像我们每个人 去锻炼一样 对吧 锻炼一样 锻炼的时候呢 通常得有什么 得有个技步器嘛 对吧 记录跑多少步 或跑多少米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 计划执行的情况呢 我得有一个这样一个工具啊 对吧 这个工具 其实就是一个管理会计师 管理会计师 必定非要是人 有的时候呢 也可能是 就是才机器 凡是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 咱们都可以叫做 管理会计师 加个引号 All right 但是这个工作呢 因为还不能完全被 人 完全不能被机器完全取代 所以我们将来还是有工作的 万一将来的话呢 整个社会发现了很大的变迁 管理会计师的工作 可以由机器人来操作的话 我们可能 这个角色啊 就有点尴尬了 那我们可能就要转行了 对吧 但是至少现在不会转行 现在很多信息 依然是由管理会计师 人 血肉之躯来提供的 所以目前为止 还不用担心我们会失业 那么我们作为人 我们作为不管是机器还是人 我们要提供什么 提供对比性的信息 就像刚才我说过的 如果跑步 我就在这跑啊 赶跑 我哪知道今天的跑步任务 有没有完成啊 对吧 除非你自己在身边数着 但数着数着容易忘啊 对吧 很容易出现忘记这种情况啊 所以一般我们要有一个什么 记不起 击悟一下 跑一步 记悟一步 跑一步 记悟一步 然后随时看一看 还有多少米啊 还有多少米啊 对吧 还有500米呢 坚持坚持 All right 如果还差500米 但今天一定要完成500米 但实在不行了 怎么办呢 那我纠正一下了 出现了偏差怎么办 要么改计划 行 计划是不是今天定的太高了 要不然计划降低500米吧 要么就是计划定的没有错 是我可能今天没吃饱 行 那我先去吃顿饭 吃一顿饭 我再过来跑 反正500米一定要完成 All right 要找到什么呢 干扰 或者叫做影响 计划执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通过对比 不光发现有没有出现偏差 还要尽量找到偏差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管理快捷师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作为管理快捷师啊 要懂的东西真的非常多 管理学我们要懂 数字我们要会做整理 统计学我们要会统计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内容 很多很多很多 都掌握了 才能做一个好的管理快捷师 好 决策 这个决策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就是一次性决策 One of decision making 那么这种一次性决策 主要是做什么呢 主要是做选择工作 决策决策嘛 什么意思啊 选嘛 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 选哪一条 A B还是C All right 所以这个工作很简单 但是呢 这个工作所需要的信息量很大 因为我们一般选怎么选啊 我们需要管理快捷师 提供给我们管理者 准确的信息 可靠的信息 不同方案的信息 Different course 这里的course有不同方案的信息 和结果 这些不同的方案 影响 不是怎么影响的 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内壁在哪里 内壁分析怎么样 我要把各个方案分析的很透彻 内壁怎么样 然后给manager提供这样的信息 帮他来做有效的决断 All right 一般很多同学会问我 周老师 我去英国留学 你觉得好不好啊 All right 我一般会给他说两个小时 All right 这两个小时 我主要跟他说 哎呀 你去英国有哪些利 哪些弊 帮他去做分析 最后呢 其实还是由他来做决策 因为我不能直接 两句话跟他说 你去吧 All right 你去吧 不负责任 要怎么说呢 哎呀 你要去英国 会有哪些利 哪些弊 这些弊能克服吗 对吧 这些利益能享受到吗 All right 如果你去英国的话 这些利益能享受到 这些弊能克服 利益远远大于弊 那我建议你 那你去吧 All right 分析的透彻 实际上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把这个决策 能够做得更加成功 All right 因为只有分析的透彻了 分析透彻 一可以帮助manager 来进行有效的选择 其实二 也可以帮助manager 了解什么 各个抉择 它里面的细节有哪些 影响因素有哪些 这样的话 即使我做了一个错误决策 但是我对利益 分析的很清楚 如果这些弊端克服 哪怕一个表面上看上去 弊比较多的一个决策 通过对弊加以控制 利益还是能够大于弊的 所以这个分析 带来的好处 是非常非常多的 All right 不是简单的 帮助manager 来做一个选择 有可能是帮manager 做出选择之后 manager一意孤行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 但因为我们的分析 很透彻 他在选择一个错误角色的时候 还有可能最后 把这个错误角色 给执行成功了 因为他了解 这个决策的细节 所以我们要 能做到这个程度 我们就是一个好的 管理快据师了 我们也是 以后努力的方向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要学会 怎么样去推断 不同的决策 带来的结果 分别是什么什么什么 All right 好 那么在公司里面呢 有三个管理层 我们说过了 这三个管理层啊 做的工作啊 他们是有区别的 尽管都是在做 planning controlling decision making 但是是有区别的 我们要能够 简单的区别看来 那么区别怎么区别呢 我们看他的一些特点 All right 把握住我在这里讲的原理 特点什么特点 战略管理层 许家印那帮人 他们要做管理啊 他们要确定目标啊 他们要做planning啊 要做controlling啊 那他们确定目标 他们确定是长期目标 特点 长期 那中层管理者呢 中期嘛 最低层管理者呢 短期嘛 所以如果你发现 有些工作 管理者做的工作 有长期特点 那一般就是高层要负责的 如果有中短期特点 中层负责的 如果是日常工作 那就是一线经理 咱们这里呢 把它再形象化一点 什么叫一线经理 一线经理呢 一般就是在一线的那些 我们经常讲叫监工 比如说在一个酒店里面 大堂经理 监督每天日常工作的 他的下属就是做日常工作的 他要监督这帮人做什么呢 做日常工作 那这个经理就是一个 Operational的Manager All right 什么叫中层啊 中层一般指的是什么呢 中层一般指的是 管经理的经理 负责协调各个经理的工作 什么采购啊 生产啊 销售啊 这些经理 All right 然后呢 他们一般要想计划 要想方案 一般想的方案 都是想一年该做什么 All right 最高层的经理 像什么许家印啊 这帮人 他们要一想的话 就是公司集团 未来十年的发展 要实现一个什么发展 他们一般一想 就十年左右的 或者大于一年的 中层呢 一般想就等于一年的 然后呢 最低层想的工作 一般就是日常工作 一天的 One day的工作 每天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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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这是他们工作的特点 All right 都要做planning 与controlling的工作 都要做planning 与controlling的工作 但什么叫planning的 什么叫controlling的工作 planning的工作呢 就是事前 做的 想的 controlling呢 是适中 我开始做事了 然后对这个事情呢 要加以对比啊 还发现有没有偏差啊 然后加以纠正啊 这样类型的工作 就是controlling的工作 我们在考试里面呢 会有这样的题目 首先判断 哪一个层级的工作 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 OK 给你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 营销经理 在定营销计划 翻成英文就是 Sales Manager are making sales plan 好 界定一下 如果按层级来说 属于什么层级的工作 这是个远期工作吗 一般营销计划 不会说你定 定十年的营销计划吧 对吧 一般营销呢 什么叫做长期计划 长期计划 一般这种计划 它都是涉及到全公司的 而你是营销计划 它只是公司一部分的 这种一部分的计划 不是全公司的计划 根本不可能是高层干的 但是又不是一天能干得完的 一般营销的话 你营销一天就结束了吗 不可能吧 营销计划 一般营销 这一年多少 这一年要卖多少 这一年要销出去多少产品 所以由此 由这个工作的性质 由这个工作的负责人 都可以确定出来 这是中层 那它现在处于规划阶段 那就叫做规划工作 我们考试呢 就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判断 平常呢 大家在去做这个 看新闻的时候呢 也可以做这样一些 基本的练习 许家印现在准备在欧洲建个厂 这我学过 这应该叫做strategic 因为是许家印干的 所以肯定是一个战略级别的 什么工作呢 要建厂还没建呢 规划工作 planning工作 这个归类就叫做strategic planning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会计 我们继续再深入看一下会计 会计呢 就是提供给manager信息的人 所以对于这个信息啊 我们是有要求的 alright 什么信息叫做好的信息 good 我们前面说过 只有好的信息 才能够带来好的管理 那管理会计到底 要提供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给我们的manager呢 所以这是我们要第二个明确的 第一个明确的 管理者做什么工作 不同管理者做的工作 所需要的信息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信息的标准 信息的标准 信息有什么标准呢 这是我们总结好的 但是不代表说信息这些标准 你要做的比这个还多 那更好 通常来说标准如下 我们用一个acronym 用一个比较逆记的短语 去记它 以首字母 accuit 来作为记忆 accurate 第一个标准 信息要怎么样啊 要accurate 什么叫accurate 准确啊 对吧 信息的标准干嘛 要准确啊 alright 现在我要去吃饭 我要去吃海底蚝 alright 然后呢 我问一个大街上问一个人 这个海底蚝在哪啊 告诉我在四楼 在哪个商场啊 告诉我在什么 比如新世界百货 啊 什么什么商场 然后呢 结果去用之后 发现了半天都没发现到 怎么搞的 撞了一个小时都没找到 alright 一切事情都被耽搁了 alright 原来在对面 还不在四楼 在五楼 这个叫什么 准确信息 准确肯定是信息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吧 第二个什么呢 信息要完整 什么叫完整啊 不能只有一部分信息啊 信息要完整 这样的话 才能让使用者 或者叫决策者 对吧 也就是管理者 做的决策 能更加有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完整啊 有一次啊 我去买东西 我去买东西呢 我只逛了两家店 alright 太累了 不想去逛了 ok 逛一家店 然后去买什么呢 去买了一只 一家店15块钱 一家店呢 13块钱 然后我肯定选了13块钱了嘛 因为反正品质差不多嘛 买了个便宜的嘛 结果呢 吃完之后 我去散步 我又看到一家店 哎呦 才买10块钱 ok 还不是最便宜的 又走了一会儿 居然9块钱 啊 这一天亏大了 原来我13块钱买的 其实可以9块钱买到 我白白损失了4块钱 而且品质真的差不多 所以信息啊 如果很完整的话 才能够给使用者 带来什么 带来好处 这叫什么 这叫信息的话要什么 完整 complete 第三个叫什么呢 叫做cost effective 或者叫做cost beneficial 这个一般怎么翻译 或怎么理解呢 这个一般我翻译为 就是乌有所值 对吧 有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获得信息啊 它是要花代价的 有些信息的话 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时间累积 alright 它需要花很大的代价 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 那个买了一只 那例子啊 我如果想要信息完整 我肯定要去收集信息嘛 对吧 然后我网上调查 我问人 我打电话 我把所有我能问到的 全部问了一遍 电话费花了我30块钱 然后我利用这个信息 去买了一只 结果呢 立只让我省掉20块钱 我为了收集信息 花了30块钱 但是我买了一只 给我单个的好处 就20块钱 这叫什么 这叫物不有所值嘛 对吧 所以你想想信息 是不是要物有所值啊 信息的话 代价要和信息单个的好处 最起码成正比吧 对吧 最起码成正比的关系吧 再一个叫什么 叫信息要understandable 信息要容易理解 让使用者理解不好的信息 哪怕你做这个信息 再准确 是没有用的 All right 信息要转换成为什么 使用者容易理解的方式 这个非常重要 All right 非常重要 比如说 我们给我们的manager 来汇报信息的时候 你要尽量避免专业术语 因为我们很多信息 都是跨行业的 对吧 你跟他说 哎呀 利润位是多少 什么东西没听过 他可能营销上来的 对吧 小学程度文化毕业 对吧 就因为他是董事长的亲戚 所以当上总经理 但是你不能改变这一切 你要给他做决策 对吧 你告诉他 利润位是多少 听不懂 老板 会计利润位 根据 我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 做出来的 会计利润位是多少 是多少 听不懂啊 什么叫过一块 你们都没听过 All right 信息要怎么样 要understandable 让他 你得换成他 容易理解的话 他听不懂 利润位 哎呦 那怎么办 好 我就把它转换成为 普通的单词 普通的人能听懂的话 那就是 实际上就是我们公司 赚了多少钱 All right 钱一进一出 对吧 钱出去的 钱进来的 减掉钱出去的 能听懂吧 能听懂就行 OK 不要讲究什么 所以我们作为管理快捷师 我们要学会在这种 专业术语 和普通的 沟通用词 这上面的一种转换 所以我们作为 管理快捷师的话 要会沟通 很重要 再一个呢 叫做relevant or reliable relevant or reliable 是最核心的 其中一点 信息呢 可能很准确 但是 必须得relevant 才 能够 被manager 用得起来 这个一般我们叫做 有用 relevant 或者叫相关性 很简单的理解 那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 要出去运动 然后问我朋友 你知道什么地方运动 比较好吗 然后他告诉我 什么地方吃饭比较好 这个地方吃饭 真的很好 在井后井后 提供的很准确 确实地方很好吃 但问题是 这不是我需要的信息 我需要什么地方 游泳最好 什么地方锻炼最好 你告诉我 什么地方吃饭最好 对吧 风马牛不相及 就是 e-relevant 不相关 对吧 最起码得相关 再一个叫做 accessible authoritative 这个词 为什么我用两个词 因为不同的书 它写的时候不一样 都是R开头的 有的书写成relevant 有的书写成reliable 有的书写成accessible 你像A 有的书写成accessible 有的书写成authoritative 意思都是一个意思 在英文会有点区别 在中文其实意义差别不大 什么叫authoritative 不要看字面 这都是专业术语 所以不要看字面 看它的含义 authoritative的含义 什么含义呢 可授权的 被授权的 说白了就是 信息需要怎么样 传递给正确的对象 我们信息做出来之后 要传递给对象 你不能什么人都报告 只报告给需要他的人 不要报告给不需要他的人 alright 你不能跟许家印报告 我们每天的销售业绩怎么样 他不想看这些 我又不是销售经理 你给我看这个 alright 你给我看我也没有用 你还会造成我什么心理负担 你还会造成我信息过载 对吧 所以说的话 要给manager提供 对他这个层级来说 适量的信息 信息要控制住这个度 控制住度 控制住量 控制量 这个很好的一节 T T就是什么 T就是timely 及时 明天manager需要信息 你别后天才给他 对吧 easy to use 信息呢 要怎么样啊 要容易使用 什么叫容易使用啊 alright 我还是举个例子啊 用这个信息啊 这个角色啊 或者说 提供信息的这个角色 管理会计师这个角色 其实很类似于什么呢 其实很类似于在这个 军队里面的参谋长啊 军队里面自从有了参谋长 这个角色 军队呢 调动啊 执行啊 就会更加有效 因为有人专门去做信息 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来做例子啊 来告诉大家什么叫 easy to use 信息啊 信息啊 它是有等级的 什么等级呢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山头 然后我的老板 就是我的 这个长官 那就是我的这个团长 就是说一个团团长 我叫团参谋长 然后呢 好的参谋长 应该是这个样子 咱们先说不好的吧 ok 然后 一天中午 然后把团长摇起来 好的 团长 行了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敌人冲上来了 敌人冲上来了 alright 从前面冲上来了 我观察了一下 我观察了一下 三个连 三个连从前面冲了 有一个连好像绕到我们后面去了 怎么办 这是比较差的参谋长 alright 好一点的怎么办呢 团长 起床了 敌人冲上来了 三个连从前面 一个连从后面 三个连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战斗力不强 我估计嘛 是阳攻 我估计是可能阳攻 后面一个连呢 我看他们挺精锐的 穿插啊 什么运动啊 速度很快 他们可能是真正的主攻 这叫分析深入 但还不是特别好 第三种 把团长叫起来 团长 前面三个连冲上来了 估计阳攻 后面一个连的话呢 冲上来了 估计呢 这是主攻 我认为 我们派一个连 在前面挡住敌人 绝对能挡住 放心 我们派我们三个连 到后面去 把对方给包抄了 把那个人给歼灭 你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alright 这是更高级别的经历 ok 更高级别的经历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他们现在的区别在于什么 在于最后一个提供的信息 是一种解决方案 solution 解决方案 solution 第一种参谋长提供的信息 实际上就是一种数据 没经历什么转换 就是把一件事情发生的 我过来报告给你就是了 还是让manager自己来做判断 你不是加住manager的负担吗 那要你干嘛 所以manager要我们 我们得把信息转变成 他容易使用的样子 什么叫容易使用呢 solution boss 你只需要say一个yes or no 就可以了 你say一个yes or no就行了 alright 你say一个yes or no就可以了 ok 当然其实这还不是最最好的经历 最最好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团长 敌人刚刚冲上来了 三个连前面阳攻 一个连在后面主攻 想把我们一锅端 我在你睡觉的时间 判了一个连在前面挡住敌人 三个连在后面包抄敌人 现在兄弟们已经在打扫战场了 您接着睡 这是最好的经历 自动化操作 alright manager就可以把他的经历放在什么 真正重大的决策上 小事不要你烦 manager 小事不要你烦 小事我帮你解决了 我自动化和优称来解决 以后碰到敌人这么干 我们也这么干 弟兄们都驾心就熟了 不用你下命了 反应速度更快 manager 反应速度更快 你把主要经历 放在大事上面就行了 想想怎么跟领导送礼 怎么赚钱 怎么升职 你想该给谁送礼就行了 别的事情 兄弟来搞定 这个呢就是什么 就是easy to use 你要让manager 拿到的这个信息 对于manager做决策来说 是容易被使用的 最好say个yes or no 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 好 这12345678 八个标准 希望大家把它印在脑子里面 要印在脑子里面 就是它的印象 定义 案例 不是空洞的词汇 ACCUIT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会有这样的考试题 简单一点就是问你 下面哪些不是 good information的标准 反正我们要是背过之后 理解之后 哪一个不是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排除掉 ok 好 这是第二个 舍盘论 下面 作为管理会计师 要明确的第三个层面 就是数据和信息的区别 数据和信息 从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他们的内容可能都一样 大家学到现在的话呢 不知道大家学的情况怎么样 关于信息 可能已经有人部分会接触 比如说财务会计 对吧 管理会计可能还没有深入去看 但是财务会计呢 可能有些人的话 会有一些印象 包括在大学可能学过 包括学F3可能在学过 那么 大家都知道 财务报表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是个数据 它也可以是个信息 同样一件事情 可以是数据 也可以是信息 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Data呢 按照定义 Consist of numbers Liter symbols Raw facts Events and transactions 财务的 非财务的 可能是个字符 可能是个号码 可能是个标志 可能是比交易 可能是个Events 事件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but not yet processed 核心词 not process 就叫数据 信息呢 信息 可能是什么 可能也是这些东西 number number letter symbol raw facts events transaction 但是它最大区别是 processed in such a way process成什么样子 有用的样子 就叫信息了 所以信息和数据本身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它们可能是同一件东西 同一个符号 但是有意义了 就叫信息了 有用了 就叫信息了 没有用 就是数据 而一般有用呢 需要处理 一般有用的话 就需要处理 处理就变成信息了 没处理 它就叫数据 你比如说 两份财务报表 放那 manager一看 对我没有用吗 它们叫数据 你作为管理会计师 你把这两份报表拿过来 做了一下去年和今年的对比 然后发现什么呢 发现 boss 这中间有问题啊 这两份财务报表 我一比 我发现了一点事情 我把这个发现的事情告诉你 这叫什么 这叫信息 用的还是跟原来一样东西 两份财务报表 alright 但是呢 有用就叫信息了 没有用就数据 我们以前有一个老的会计师的故事 就这个老的会计师很厉害啊 它怎么厉害呢 它每个月呢 都有对账的习惯 每个月银行会发对账单过来 因为这是老会计嘛 退休了 没事干 然后呢 职业习惯又养成很久了 怎么办呢 哎呀 做个银行对账吧 他自己呢 平常有记账 花了多少钱 买菜 1块5毛5 韭菜 第二天3块5 然后呢 全部刷卡 这样的话呢 全部的记录在银行就有一笔 相应记录 每个月把银行的对账单拿过来 看看 哎呦 我记得这个月花的是38块4毛4啊 怎么银行说我花了38块4毛5呢 差了一分钱啊 第一个月一分钱呢 没当一回事 哎呀 可能我记错了吧 人老么不中用了 不对啊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怎么老是差几分钱呢 All right 不对 根据长期的经验 加上这个对账单 经过对比 马上给银行打电话 喂 银行吗 我是一个老会计师啊 先介绍一下自己 对吧 然后呢 我发现啊 你们这个银行呢 估计可能有人在搞贪污腐败 有人在偷钱 你们查一查 OK 而且呢 这个偷钱的手法呢 估计是这个样子的 All right 因为会计相应的做账流程 基本上我都知道的 如果呢 我是一个这个偷钱的呢 我也这么干 银行一查 果然发现有人在偷钱 这个人偷钱呢 偷的非常的隐秘 怎么隐秘呢 每个账户偷几分钱 不要偷太多 偷几分钱呢 通常别人发现不了 你要偷一下 偷一百万 那肯定发现了没有 偷几分 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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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个账户加一起 每个月呢 就能多赚好多钱 因此呢 就是会计通过对比发现 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手段 这个手段可以是五花八门的手段 可以是分析 结合 可以是更多数据来做一些对比 加成 加总 分拆 那么把数据做一些处理 不管做什么处理 只要这个信息 经过对比之后 经过处理之后 变得有用了 变得有用的那个东西 就叫做信息了 这是他们本质的区别 所以data和information data赋予意义 才能叫做信息 而这个意义 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学的 最最关键的内容 就是怎么样去处理 这也是F2的主体 这也是F2的主体 什么东西呢 怎么样处理 按照不同的处理方式 处理出来不同的信息 满足user不同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而数据的来源 也要保证可靠 不然你怎么处理都是错的 所以数据的处理 收集 处理 收集 还有展示 因为你展示出他的信息 得让user 能够很好地理解 以他习惯的理解方式 去理解 以他容易理解的方式 来理解 才叫做真正好的信息 三者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 讲课的过程当中 重点 要看的内容就是 信息怎么样处理 以及数据怎么样收集 以及信息怎么样展示 这个顺序呢 我们稍微先讲一下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信息的展示 数据的收集 然后再一个一个讲 数据的处理 所以我接下来讲课 会用这样的方式 从第二章开始 我们就先讲数据收集 然后呢 信息怎么样展示 然后再一个一个来看 数据怎么样去处理 这就叫做会计 我们对会计的本质 要理解清楚 对于会计所提供的 信息的标准 要藏在心里面 然后我们往这个方向 去做好一个管理会计师 这就是所谓的accounting alright 那么这个accounting呢 我们比较一下 和财务会计的区别 这样我们的理解呢 更深刻一些 可能很多同学呢 在学F2的时候呢 没有在学F3 很多同学是按照顺序 F1 F2 F3的 其实这个不太对 其实应该你先学F1 然后你再学F3 然后再学F2 或者F3 F2 其后并进来学 更好一点 alright 不要说我先学F2 再学F3 最好呢 F2 F3要么一起学 要么就是3 先学 然后再学F2 因为F3的话 更专一些 F3呢 叫财务会计 F2呢 我们叫管理会计 都是会计 都是把数据 经过整理 变成信息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 和财务会计工作 有什么区别呢 最基本的区别 对象不一样 因为对象不一样 所以工作内容 就完全不一样 财务会计的对象 谁啊 是shareholder 是外人 不是内人 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外人 什么叫外人 公司外的人 最典型的 财务报表 做出来给谁看 给shareholder看 给银行看 然后银行看呢 能了解公司的情况 他们是外人 他们不了解公司的运作 所以他们希望 能够比较简短的时间 去了解一下 公司怎么运作的 那看财务报表呢 是最快的 财务报表 就好像给公司 画一张图一样 一目了然 哦 原来你公司是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我能够一目了然 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所以两者的区别呢 在这里 management accounting呢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最早期的 management accounting呢 其实叫成本会计 后来呢 演变到现在 我们一般叫 管理会计 因为它的内容 越来越丰富 早期的管理会计 就是给管理者 提供什么信息 提供成本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早期 管理阶段 管理者就在乎一件事情 成本要降低 成本要降低 所以我得知道 成本怎么花的 我需要你作为管理者 就告诉我成本怎么花的 就行了 alright 别的我不需要知道 但是现代管理呢 越来越复杂 管理者操心的事情很多 他要操心 怎么怎么跟竞争对手竞争 所以还需要竞争对手的信息 你得给我提供 因为提供的内容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management account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 要求的信息 要求的信息就更多了 要求什么信息呢 要求各方面的 historic order future的 也就是用于planning的 用于control的信息 既有前瞻性的信息 又有过去总结性的信息 又有财务的信息 还有非财务的信息 alright 又有成本的 又有非成本的信息 层面更多 成本会计呢 需要的内容就少多了 只需要成本的信息就够了 因为目的呢 就在于控制成本 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别 但是两者都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 财务会计呢 财务会计 大家根据定义就知道 它是记录财务数据 recording financial data 总结总结 处理方式就一个 总结 加总 每天的数据 变成一年的数据 alright 你不要给我每天的数据 让我看 看就看晕了 总结一下 总结为主 主要是给外人用 就是财务数据 进而对应的财务会计 那么两者的详细区别呢 我们再看一下 管理会计呢 和财务会计呢 前面我们说过 一切一切的根源 就在于使用对象不一样 其实后面的一切不一样 都是根据这个使用对象不一样 而带来的 financial accounting呢 主要是外人用 shareholder用 债权人用 creditor 银行用 政府用 你当学单词吧 多学一点 而管理会计 都是内部人使用 manager employee 他们想要针对 内部的这些信息 来做出有效的决策 主要是帮他们做决策用的 alright 做管理用的 我需要内部的这些信息 帮我干嘛 帮我往来去做一下管理呀 对吧 所以呢 因为这个对象的不一样 所以信息的帮助的层面不一样 管理会计的信息 帮助的就是管理 planning controlling decision making 而财务会计信息呢 帮助外人 帮助外人主要做什么 做了解 所以只需要记录什么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a position in a period 而且按周期去记 这是两者间的区别 alright financial accounting按照周期 为什么呢 它是给股东用的吗 股东什么时候开股东大会 一年一次 所以为什么财务会计 通常是一年才准备一次信息 我准备了 你也没法看 你们年末才开股东大会呢 我年终给你准备干嘛 你又不看 对吧 不看我干嘛给你准备 所以一般准备是一准备准备一年的 我们是管理者呢 这个是没有时间的 manager什么时候需要 许家印需要的是30年的 行 我给他准备30年的 一个日常的管理者 需要的就是当天的 行 我给你准备当天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 legal requirements 管理会计呢 它是帮助内部使用者 什么格式啊 内容啊 按自己的需要来准备 不需要有格式 但是呢 财务会计 法律是有要求的 因为要对谁负责 法律要保护什么 保护债权人啊 保护股东啊 所以他一般是要求 有限公司一定要做 要求有限公司一定要做 All right 合伙人 个体户一般不要求 为什么呢 因为合伙人 个体户的话 一般这个 精英权和所有权一般人不分的 我卖黄焖鸡米饭的 我既是管理者 manager 我又是股东 我不会骗我自己的 我对公司 我天天在公司 我天天了解公司 我还需要有什么策务报表呢 All right 每分钱我天天都记得 All right 策务报表就在我脑子里面 我还用刻意准备策务报表 不用 所有权和精英权分得越开 一般 法律为了保护这些 所有权和精英权被分开的所有者 一般就要求经营者 你们要准备策务报表 给你们的所有者看 这样才能对他们负责 法律要求你的 枪制要求你这么干 然后呢 格式呢 内部使用 那当然没有什么既定格式 但是财务会计 有限公司 一般要遵循法律 或者是国际会计准则 或者相关准则吧 所规定好的格式 主要是有利于 shareholder来做对比 不能说你们公司做差不了 他们公司做差不了 你们俩不一样 法律要求你们一定的一样 这样的话呢 减少shareholder在阅读时候的难度 信息的种类 管理会计师呢 只要有帮助 什么信息都要有 财务的非财务的 财务会计的报告对象是 shareholder shareholder只对什么感兴趣 shareholder可只对财务感兴趣 我作为shareholder 我成立一个公司 我要干嘛 我要你让我赚钱啊 对吧 所以除了赚钱之外 别的信息你跟我说也没有用 你别的信息跟我说 我也不想知道 只报告财务信息 通常 但我不能说的太绝对 现在很多的shareholder呢 他的要求愿望也多嘛 要求不光要知道财务信息 还要知道是非财务信息 但是主要的肯定还是财务信息 为主 这都是根据使用者来的嘛 time period 一般管理会计的信息 过去的 未来的信息都要有 未来的信息帮助planning 过去的信息 帮助用来做controlling 用来做performance evaluation 用来做对于什么呢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总结 对比 看看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话 有没有按既定计划在发展啊 有没有按既定计划在做呀 alright 所以需要的信息种类 过去的要 未来的要 全都有 财务会计呢 一般报告给使用者 也就是shareholder 报告都是过去的信息 不用报告未来 因为shareholder就想知道什么 你们给我干的怎么样 我不想知道你们未来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未来你要干什么 我也做不了主 我已经所有权精英权分离了 我已经把一切全权委托给经理人了 你们要报告未来的信息 你跟他报告 你跟我报告没有用 没有用你给我准备干嘛 所以说的话呢 对于shareholder来说 财务会计的主要服务对象 是shareholder 外人 对于外人来说 他们就想知道 自己当时的投资决策 对不对 我该不该借你钱 我该不该借你钱 我当时该不该投你 alright 我会不会后悔呢 所以我看一下过去的表现 不行吗 这是两者之间的 本质区别的根源 大家如果掌握这个根源的话呢 理解起来会更好 但是我们需要大家的 不光是理解 还要记住 因为考试会有这样的题目 你真的理解了吗 你真的理解 你应该记得住呀 对吧 所以大家应该是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要记得这些区别 不光为了考试 对吧 而且是更好的验证 我确实理解了 如果你确实理解了 你应该是记得住的 alright 好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这一章呢 我们深入看了一下 什么叫管理 什么叫管理会计 从下一章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 沿着这一章讲的 继续 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准备 manager所需要的信息 从信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和信息所需要的数据 怎么样获得 和数据怎么样转换成为信息 我们一个一个 把这些方面的能力加强 这些能力得到的加强 我们就是一个好的管理会计师了 所以接下来要学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专业了 希望大家在下一章 继续用心来听我们的课程 好 这张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